热腾腾的白烟飘散在工厂四处 浓厚的芝麻香顿时扑鼻而来 炒作这家老字号的麻油店 在地经营超过一家子 目前传承到第三代 由孙女黄竹一接棒 要以年轻人的新思维 将这传统老店给延续下去 当初会想回来 真的是因为看到 像我在学校 就是看到同学拿着一罐 越南带回来的花生 然后明明里面是 臭油哀的头刀 就是它已经裂变了 然后大家还吃得很开心 我就会很挣扎说 到底要不要跟他们分享说 其实我们台湾 唯一有在自己出产的坚果 就是花生 然后大家其实不用 特别买国外的东西 这样子 然后再来就是说 我也看到一些传统产业 逐渐没落的报道 我在想说那我就冲锋陷阵一下 去念食品 然后回来好好的管理这个工厂 原本本上学艺的黄竹一 有敢于产业没落 加上不舍台湾优局油品不被重视 因此依然决然转读食品 并回乡接下家中麻油老店 强调虽然自己曾经不被看好 但他想为家乡产业付出的心意 绝对不输给任何人 尤其我又是女儿 然后每一个客人都会说 你不是有弟弟吗 还是说你不是嫁人了 怎么还在这里 就是我们南部的 还是会有一些 这样子的传统观念 但是我妈就说她也是媳妇 当初她做的时候也是被说过 但是她这么认真 现在大家都超级 就是佩服她 强调台湾的传统油品 并绝对不输给国外 黄竹一期盼 不仅是要将麻油产业传承 也希望让更多大众 看见台湾产业的优质性 让好的东西能延续下去 我觉得这么好的技术 如果没有传承下去 真的很可惜 它就这样不见了 大家都去吃那种标准化的东西 但是标准化它很难达到 真正的极致 然后我希望这么好的东西 可以一直带给我 甚至我的后代 这一辈的人 接下来的人 都有这些东西可以去吃 黄竹一表示 说到屏东老四号麻油老店 很多人都会直接想到堪定 但其实潮州也有相当优质的邮行 而未来它将结合新时代思维 行销这一群古法制作的传统麻油 期盼将来有一天 台湾的优秀油品也能放眼国际 屏东顺不停相吃采访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